黑色轿车整辆冲进路旁早餐店 把桌椅都撞到喷飞 轿车车壳零件四散 现场相当的凌乱不堪 这是发生在今天早上的九点钟 高雄左营区的这间早餐店 当时不少人正在用餐 这部黑色轿车却突然冲撞了进来 蒙力撞击也吓坏了现场的民众 现场在路口还有另一部白色轿车 车头撞毁引擎盖都掀了起来 募集民众说疑似这一黑一白两部轿车 在路口抢快发生擦撞之后 这部黑色轿车一时失控撞进了早餐店 救护人员也抵达现场之后 先检查两部轿车驾驶的伤势 也幸好早餐店里的民众没有人受到波及 详细的车祸原因还有待警方厘清 一会儿的车车驾驶